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 我在Quantum Trading Strategy的频道看到了一个一分钟的包头皮策略 据说每一笔交易都能给它带来120%的利润 我对这种交易策略向来都没有抵抗力 为此我再以太坊和股票市场共进行了300次的连续交易回策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见证一下这套匪夷所思的交易方法 一定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或许你的账户就会在这一刻腾飞 这套交易系统与往常略有不同 设计到一种不同类型的K线图表和两个免费的Trading View指标 指标详情会在下方的说明中列出 首先,我们在图表样式栏中找到平均K线图 High Key Ashi 并选中这两个黄色五角星的收藏按钮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在平均K线图和普通K线图之间来回切换 平均K线图通过消除强劲的价格波动 滤除掉了一些市场的噪音 使我们可以更好的识别市场趋势 平均K线图取的是平均值 导致它的收盘价与普通K线图的实际收盘价会有一些出入 所以在本次测试中 我会把上方的平均K线图表作为指标使用 这样的测试结果对之后的实际交易才更有参考意义 接着我们在平均K线图表中打开指标搜索栏 输入Super Trend 点击指标添加到图表 将输入栏的ATR Multiplier参数改成4.5 买入信号的位置改成在Bar下方 卖出信号的位置改在列上 其他用不到的功能可以勾掉 最后一个用到的指标是Trend Regularity Adaptive Moving Average Lux 也叫趋势规律性自适应移动平均线 我们后面简称为TRAMA 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多空趋势的信号 只需要将参数改成100即可 这就是我们要用到的所有交易工具 接下来我就结合实例解释一下交易规则 这是以太坊美元的一分钟图表 进入多头的规则是 首先平均K线图中的Super Trend指标要发出买入信号 其次买入信号所对应的K线的收盘价要处在TRAMA线上方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这跟平均K线所对应的下方普通K线图中的K线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线 关键K线的收盘价就是我们的入场位置 入场的时候一定检查两个图表的时间线是否对账一致 如果关键K线的涨跌幅度很大 我们可以把止损设置在关键K线的最低价附近 如果关键K线的涨跌幅度不大 我们就可以将止损设置在近期的低点位置 指引可以选择分批指引的方式 也就是在风险回报比1比1或者1比2的位置 先出一部分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利润回吐 剩余部分还可以留在场内博取更高的收益 空头的规则正相反 首先 平均K线图表中的Supertrend指标要发出卖出信号 其次 卖出信号所对应的K线的收盘价要处在TRAMA线下方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这跟平均K线对应的下方普通K线图中的K线 就是我们的关键K线 关键K线的收盘价 就是我们的入场位置 止损可以设置在近期的高点附近 也可以添加一个ATR Stop Loss Finder止损指标 止损就可以设置在ATR红线的上方 止盈同样可以选择分批止盈的方式 规则非常简单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组简短的例子 这是以太坊美元的15分钟级别图表 根据多头规则 平均K线图表中的Supertrend指标已经发出了买入信号 并且买入信号对应的K线的收盘价也处在TRAMA线上方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这跟平均K线对应在下方普通K线图表中的K线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线 我们在关键K线的收盘价入场 止损设置在近期的低点位置 止盈选择分批止盈的方式 可以看到 这笔订单的盈利空间非常可观 再看一个空头的例子 首先平均K线图表中的Supertrend指标发出了卖出信号 其次 卖出信号所对应K线的收盘价也处在了TRAMA线下方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这跟平均K线对应的下方普通K线图表中的K线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线 我们在关键K线的收盘价入场 止损设置在近期的高点附近 止盈同样可以选择分批止盈的方式 订单设置非常简单 价格在按照我们的预期行动 最终以较小的风险波取到了丰厚的收益 接下来又到了展示我测试成果的时间 如果你已经在考虑使用这套交易策略 一定点击订阅按钮并坚持到最后 这个行为可能会拯救你今年的钱包 我用这套策略最先在以太坊比美元的交易队 进行了100次的连续交易回测 一分钟图表的测试数据并不理想 于是我改用15分钟级别图表进行测试 测试时间是2022年2月17日到2022年9月2日 共197个交易日 1比1盈亏比的胜率是61% 按风险回报比 1比2操作的胜率是37% 按1比3操作的胜率是27% 总共获得了354.94%的收益 其中单笔收益超过12%的订单有9笔 如果按Quantum Trading Strategy所说开10倍杠杆 确实可以达到单笔120%以上的收益 这9笔订单就能给账户带来巨大的飞跃 据他说这套方法适用于所有交易市场 于是我又测试了苹果股票的15分钟图表 测试时间是2021年1月28日到2022年9月2日 在连续100次回测交易中 盈亏比1比1的胜率达到了59% 按风险回报比 1比2操作的胜率是39% 按1比3操作的胜率是31% 有一项亮眼的数据 在100次的交易机会中 风险回报比1.10分的次数达到了11次之多 不过能达到单笔收益12%的却只有一单 我给这套交易策略的分数是6分 数据证明它虽然有利可图 但是想要赶上那几次单笔120%以上的大收益 就需要每笔交易开10倍的杠杆 这样账户的风险和前期的损失 也会成10倍数增加 好了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更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系统 我们暂时再见 祝你早安 午安 晚安 拜拜